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也被很多西方国家质疑抄袭 不管别人怎么说 但是我们中国没偷没抢 做任何事情都很有底气 而除了军事武器 中国在铁路建设 桥梁搭建方面 也很有自己的一套 但从中国国内的大小基础设施就一目了然 这也是现在很多发达国家都无法超越的 并且那些口口声声 喊着中国抄袭的国家 后来也遇到了难题 其中美国最具有代表性 那么美国当时又遇到了什么样的难题呢 众所周知 自由女神像是美国的标志性建筑 而同时 美国也有一架大桥 耗资400多亿美元 也是目前世界上 跨度最大的大桥 当时在建成的时候 一度让美国人十分的自豪 也成为当地最为有名的建筑之一 可在1989年的时候 这架大桥却不幸被一架飞机撞毁 造成部分桥面滩塌 后来美国自己也是进行了及时的修复 可就在修复之后 09年却又因为地震的原因 再次出现损坏 这次可把美国击坏了 而日本在桥梁建设方面 还是有一定的经验 于是美国决定将这项工程交给日本 但在日本专家实地考察完之后 给美国的回复却是无法修复 这下美国慌了 这么大的一个工程 不能说扔就扔呀 在无奈之下 美国只好求助中国出面帮忙解决 中国看后信心十足 直接就接下了这个大单 不过由于中国在海外的桥梁建设订单比较多 在中国接下美国这个单子之后 恢复了四个字 需要排队 对此美国也是别无选择 最终在中国的帮助下 中国以420亿元 完成了对这座架的修复工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建设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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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